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任劍辉的艺术特色,若论任劍辉的声色艺,这自有他的个人之处。 任劍辉的声,清而不俗,唱曲咬字路字,云腔在泄国仙和白玉堂之间,而自成一格。 古也有不少人,是尊唱他的任劍的,比较远古的,称为新任劍辉的,有几个人。 比较近代的,至于龟兽唱家中的陈若和,他唱任劍,几次在播音台播出,也甚有任者的神水。 可见任劍,是有不少人倾无的。 至于识,他是以女儿识男,难得他的身段并不矮小。 虽然一张念是略嫌瘦削一点,但却并没有女儿伤,加上他对戏服狠有研究。 每逢演新戏,必然添置新的师伙。 这是对于扮相方面,极有补助的。 轮到他的演技,这是声色艺中最值得称赞他的一门。 任劍辉的演技,戏人的技艺,是包括造手,关木,台步,公家,表情而言。 任劍辉的台形大方,出手干净,由于他有以上者许久的班身,自然是功多艺属,举手投足,也都自有寸道。 他虽然是个文武生,但他从来只演文戏,不演武器。 不是饰演公子歌儿,便是洛托书生,从来没有演出合事合道。 他师父王女合,演马斯增的名剧,花蝴蝶,演善女精魂的合道,他却竟借不敏。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,他毕竟是个女人,无论如何,也比不上南国的红豆豆,但演文奏奏的书生气,风流潇洒的气,他便恰到好处。 各位,关于任劍辉的生平,和他唱过的曲目,和演出过的电影,我们介绍到这里,几经全部介绍完毕。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,将来,如果我们搜集到更多的资料,我们会马上做片给大家看,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本台的出片。 以上的资料,如有错漏,请多多包含指正。 同时,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我们会陆续制作,其他老观的影片和大家分享,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连结束的时间,在我们下期的频道下,请大家看 节述再 quarters成熟一ritos。 网 ShakeIP都要开始各放点。